看到一些疫情的這個亂象 這是什麼 吊車把一個民眾 直接吊起來 因為他核酸檢測是陽性 大家怕感染的關係 所以說用吊車去吊他 這個就是中國的防疫上面 遇到的一個狀況 身邊都很怕 都隔得遠遠的 出動的吊車去吊這個民眾 然後更包括是說 下面我們也提到是說 整個鄭州的富士康 他宿舍發生了一個暴亂的情況 目前推測有兩種原因 第一種就是說 其中有一間 單間的宿舍 因為食物缺乏的關係 活活被餓死 所以其他人都怕 跑走了 第二種是說因為他藥物不足 所以產生了群聚感染 目前這個中國 他們那邊已經全面封鎖這個消息 而且在網路上面 透過大幅度的這些新聞等等 就是說這個富士康 對鄭州很重要 對中國很重要 試圖要把他這樣的一個失控 去做洗牌 那富士康也發表了聲明說 會供三餐 要離開都要有 有車會送他們離開 但是他這個二十幾萬人的一個 超大型的一個廠方 在一個隔離過程當中 因為食物分配不均 產生了大家害怕餓死 以及害怕沒有藥在裡面群聚感染的 一個嚴重狀況 這個就是中國遇到的一個處境 所以我們最後一張圖 就看到說 這個是目前 中國有一個格式 他說富士康對鄭州有多重要 對 在不同的一個帳號當中 一一的把這個標題放上去 這個就是中國網軍一個很常見的 一個手法 透過洗輿論的這個方式 讓大家覺得說 因為富士康很重要 所以說我們現在不要去罵富士康 大家要團結在一起 去接受中國政府 把防疫搞得亂七八糟的一個事實 這個就是在中國發生的景象 看到的一個景象 離中國如此近的一個台灣 我們到現在已經把口罩脫下來 不需要每天下樓去核章檢測 然後甚至說在中國那些畫面裡面 有這個到他們的大白 衝進去一個民財之中 發現說他們在打麻將 怎麼只有三個人 有一個人躲在冰箱裡面 他不想被抓到 躲在冰箱裡面 因為什麼 因為被抓去隔離之後 跟他們隔離環境過於惡劣的這個關係 導致說你進去隔離 方艙醫院等於就是等死 這一連串正在中國發生亂象 提醒我們 其實要珍惜臺灣防疫的一個成果 不要再一直唱衰 整個指揮中心跟全民的努力了 好 講到富士康的這一個部分 我們昨天有看到的是 奇怪 員工為什麼浪槓都是保護款款 他們是用走的 用雙腳 這樣走走走 為什麼不坐車 因為昨天有講到說 車子其實是動態不得的 出不去 那今天石斑老師有提一個東西 他認為是因為他們不是會有一個所謂的健康碼 是在手機上面對不對 你的健康碼 你如果是從富士康出來 你的健康碼一定是不會過關了 你到哪邊都去不了 那他們只好走一些偏鄉 走田裡面 甚至走高速公路的邊邊 為了要回到自己的家鄉 來 石斑老師 今天這個狀況 如果你在等iPhone 14的朋友 你可能你本來11月會拿到的 你可能要有預期心理準備 你可能要12月 你本來本來是萬聖節 可能要變葉蛋節才拿得到 因為光這一個富士康的現在的狀況 它造成現在iPhone 14的減產30% 是不是重要 真的重要 也因為它的規模量體太大 它將近30萬人的一個工廠 30萬是什麼概念 就是一座小城市嘛 中立嘛 對 應該比竹北大 竹北是20萬 竹北也對 比竹北大 但是你看這麼大 你不要把它想成是工廠 你要把它想成是一個城市的管理的狀況 所以基本上你也知道 中國的動態清零管局 它根據什麼 健康碼 健康碼在手機上面 你到底哪裡先看健康碼 所以你要逃離富士康 問題不大 我今天有特別問了一下 我認識的富士康的朋友們 你要離開那裡 問題不大 只要你的健康碼是OK的 你可以離開 如果你的健康碼是紅碼 黃碼呢 因為它是這樣子 富士康的廠區在這裡 它現在其實已經大百 已經去把你有陽性的 或者是他們叫做密切接觸者 密接的 他們有另外畫一個區 其實就是以前的方艙的概念 球板丟到那邊去 那邊沒有涼 沒有水 所以富士康到後來發現不對 是富士康有特別在把這些相關的物資 送進去 否則就暴動了 不是說你每天做核酸會崩潰 不是說你被抓去那邊沒東西吃 它會影響到對經濟的影響非常大 各方面 比方說房地產的問題 或是什麼 其實他們現在中央面臨到的就是說 財政非常的困窘 財政非常困窘 跟這件事情有沒有關聯性呢 我們來看余小老師 臺灣藝人到對岸去發展了 這一對夫妻其實是還算蠻成功的 因為他們賺錢賺了很多很多 林睿洋跟張婷 可是他們現在面臨是什麼 他就說 你們的這一個美妝品牌的公司 涉嫌違法傳銷 我是不知道他這個定義到底是什麼 所以他們有被約談 而且有媒體 官方媒體 中國的媒體都姓黨 他們的媒體報導說 可能要罰的錢是多少 跟大家講 一百億人民幣 所以換算臺幣是多少錢 四百四十二億 這是怎麼一回事 宇昭老師 林岳陽跟張婷這對夫婦 搞不好到現在 還不知道他踩了中國哪一條線 什麼意思呢 直銷嘛 傳銷嘛 在台灣很正常 什麼藍鑽 左右兩隻腳 在中國這個叫什麼 這叫做透過組織 擴散組織來吸睛 人家都跟你講維穩 我跟各位說明 法輪功為什麼被打壓 當法輪功宣稱 可以動員一百萬群眾 到天安門練功的時候 開玩笑 你的群眾動員能力 居然超過中國共產黨 註定你被打壓 因為你有組織的能力 當年幾年前 BAT三本柱被規口管理 甚至被脅迫 把家長交出來的時候 他們犯了什麼罪 踩了什麼線 當阿里巴巴決定 中國人買什麼的時候 當百度的李彥宏 決定中國人鬆什麼的時候 當騰訊的馬化騰 決定中國人看什麼的時候 還發大財的時候 你中宣部基本上 要存在幹嘛 你中國人民銀行存在要幹嘛 所以現階段習近平在20大前後 第一個強調維穩 任何組織動員 統統都不允許 你林瑞陽跟張婷具備這樣的能力 而且跨好幾省 而且還吸金 吸了錢還滿多的 所以一夕之間 黨說你不行就不行 不要告訴我過去在 胡錦濤時期可以怎麼樣 風向變了 我相信這對夫婦 也是未來許多 有秩序中國投資者 一個很好的借鏡 什麼意思 中國未來是不是個 友善的投資環境 誰來決定發大財 端賴政治正確 端賴黨 端賴領導 端賴習近平 但是你就是要靠領導 領導現在就歐白目 這才是中國人民痛苦的地方